第一隻浮風,浮風可以有一點點潛力 因為走勢上就好像考驗了出現一個不錯的狀況 之前,這個就是前浪頂的阻力,浪試幾次穿下來 穿了之後就發上去,破衛 接著最近這次浪試到,考驗前浪頂支持之後就存定了跌勢 今天再升一棍比較好一點,逆市上升 畢竟3%有多,成交也要增加 穿了下降軌,成交增加,走勢好像是存定的跡象 有進一步再高一點的潛力 所以留意著,股價可以用2.54元或2.5元作為一個參考價 參考價可以用一個吸納位或指示位也可以 短線,可以接駁它,可以接駁到2.54元 接著再次挑戰高位,3元左右 空間就是這樣玩 這個就是浮風股份的技術走勢了 是有少許潛力的,技術上的潛力 主要是,其實PE也很便宜 幾倍PE,息率是6-7厘 所以如果他真的能給到這條數 根據這些政案分析,就有這樣的狀況 PE進一步下降,股息是7厘 如果他真的能交到分析師預測那條數 其實也不錯 但無論如何,在這一刻 就暫時用他的技術走勢作為指標 來判斷你有沒有潛力 以這樣的角度,都有潛力 是再有一點升幅的